詞曲 李宗盛 今天我們開了一個新的書卷 《雅各書》 先將分段 其實第一段就是第一節 就是整個的文案 然後第二段是二到十一節 二到十一節我給他一個標題就是 就是《思念逆轉人生》 然後就是十二節到十八節 這裡說《思探》是一回什麼事 然後就是十九節到最後幾個大段落 我們先看這個文案 它說 作神和主耶穌基督復人的雅各 請散住在十二個之派之人的安 所以很明顯其實這一封的書信 是雅各寫給散住在各處的十二個之派的人 也就是說 其實就是雅各寫給這些猶太人 以色列人 他們散住在各個不同的地方 為什麼會散住呢 當然就是因為羅馬帶來的統治 以色列人已經忘了國 所以他們散住在不同的地方 當然教會也面對很多的迫白 所以雅各就寫信給這些猶太人 他們跟外邦的信徒最大的分別在哪裡呢 就是他們擁有豐厚的舊藥知識 對神的預言 對先知的話語非常熟悉 所以他們是一群很認識聖經的人 所以雅各就寫信給他們 寫信給他們的目的就是 當然他們也面對很多不同的挑戰 社會 各樣的氣氛都改變了 在這些動盪之中 也面臨迫白 這個時候 他們在舊藥裡的信仰 也受到很大的衝擊 在這些衝擊裡的時候 雅各這封書信 就是要幫助他們 找回那個信心 所以我覺得這封書信 對我們今天也有很大的幫助 特別是在患難當中 不知道為什麼這一段 大家知道嗎 其實我們神討讀邊卷書是抽籤的 那逢是抽籤 其實真的很有因告 因為不是我們用我們自己的想法去定的 所以這個抽籤 不知道為什麼 從約八記開始 所抽的這些經卷 都跟苦難、試煉很有關係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神看見 日子都不容易 整個大環境、大氣候 從國際上來看 都是很多的患難在裡面 我們知道 俄烏的戰爭打到現在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又打到現在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停 甚至究竟有沒有停止的跡象 所以整個世界都在動盪裡面 在這些動盪當中 在這些不容易 在艱難裡面的時候 我們究竟應該怎麼看呢 我們應該又站在什麼位置呢 我們來看第二個大段落 2到11節 雅各究竟怎麼看苦難呢 他又不是用苦難 他不是用這個字 他形容是什麼呢 他用試煉 我們來看看 究竟試煉是什麼呢 剛才我說我給他的標題就是 試煉是逆轉人生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試煉其實有它的價值在裡面 它會帶出一個很不一樣的結果 所以我們先來讀經 我們才明白究竟說什麼 他說 我的弟兄們 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 都要以為大喜樂 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 就身忍來 但忍來也當成功 使你們盛存 願被毫無缺欠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 應當求那口誓與眾人 也不斥責人的神 主就必斥給他 只要憑著信心求 一點不疑惑 因為那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翻騰 這樣的人 必要想從主那類得什麼 心懷意義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沒有定見 卑微的弟兄升高 就該起落 腐竹的降悲 也該如此 因為他必要過去 如同草上的花一樣 太陽出來 月風刮起 草就枯乾花也凋謝 美容就消沒了 那腐竹的人 在他所行的事上 也要這樣衰殘 他說 我的弟兄們 所以這封信明顯是寫給肢體 雅各 當然他自己 亦是猶太人 亦是十二支派中人 所以說我的弟兄們 你們落在百般的試煉中 都要以為大喜樂 在百般的試煉中 都要以為大喜樂 這個以為大喜樂 是什麼意思呢 英文就這樣翻譯 他說 Count it all joy When you fall into various trials 即是Count it all joy 什麼叫做Count it all joy 即是當你落在百般的試煉當中 的時候 你要很精神也好 很用力也好 即是 將這些試煉 當作可喜可樂的事情 這個當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本質上、感覺上 是… 無論如何都很難覺得是喜樂的 但是你又要用另一個眼光來看 將它看成一件 值得歡喜快樂的事情 從這裡來看的時候 都挺精神分裂的 明明是苦的 你要把它當成甜 這個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小時候吃藥是這樣的 藥是很苦的 然後就拿著很苦的藥 自己跟自己說 不苦…一點不苦 然後就皺眉頭 抱著它 就吞了它 為什麼你要這樣一鼓聲吞了它呢 苦口涼藥 其實你知道 那個藥雖然現在是很苦的 但它是會帶來醫治的 會治好你的病 所以抱著自己跟自己說 強硬告訴你 其實是不苦的 這樣一聲也要吞了它 因為你知道 這個苦的過程 過了之後 結局是美好的 其實這就是… 雅各在這一段的經文裡 其實是他想帶來的一個訊息 我們要將他以為是大喜樂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要帶著一個喜樂的心 來去面對這些試煉 因為我們知道 試煉過後所帶來的結局是美好的 這個心態、這個體見就很重要 如果我們沒有這個體見的話 這個苦就真的是苦了 而且我們會拒絕 我們會不想去面對 所以有些人就是 如果你看不見吃藥 可以讓你的病好 可以讓你之後變得舒服一點的話 又怕苦的話 你無論如何都不肯吃 有些小朋友就是這樣 無論如何都不肯吃藥 我記得我姐姐的女兒 小時候也是這樣 她很怕吃藥 怎麼搞都搞不定 那麼… 有一次就是吃藥 搞來搞去搞不定 剛好我在她家裡 我抱著她和她玩 分散她的注意力 分散她的注意力之後 跟她說 當時她還很小 我跟她說 其實不苦的 你嘗嘗甜 第一次說她不相信 然後再說 她有一刻 她開始動搖 你明白嗎 她開始動搖 動搖是甚麼 難道真的不苦 然後她說 她一聲就哭了 她哭了不夠一瞬間 然後她說 你現在是否發覺 沒有那麼苦 然後她又發覺 對 因為停留在嘴裡的時間很短 然後… 就是這樣 突破了她吃藥的難關 其實… 我想這個瓦角也很想讓我們知道 試煉就是這樣的一回事 它是會過去的 但我們要知道 試煉之後的益處 我們就可以自己 心裡有一個力量 讓我們可以… 可以比較 用一個喜樂的心 來面對這個試煉 為甚麼呢 她說 因為試煉 你們的信心 經過這個試驗之後 就生忍來 但忍來也當成功 這個信心要經過試煉 這個試煉可以讓我們的信心 伸出忍耐 而且忍耐是會成功的 如果忍耐最後不成功的話 那就麻煩了 我們當然會想辦法逃避這個試煉 但這個試煉 其實是會讓我們的信心伸出忍耐 為甚麼是忍耐呢 忍耐是甚麼意思呢 忍耐其實是在乎那個等候 原來我們的信心 經過這個試煉的時候 我們才會有那個等候的生命 而這個等候的生命是很重要的 如果這個等候的生命 沒有出現的時候 其實就是說 我們沒有以主為我們的主 我們仍然是憑我們的老我 憑我們的血氣 憑我們自己想做甚麼就做甚麼 但當忍耐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能夠等候神的時候 就是我們不要妨礙神 我們讓神來作供 這是一個盼望 等候其實一定是帶著那個盼望 如果你沒有那個盼望 你怎會等待呢 是嗎 你就是因為有一個盼望 你相信那件事會出現 只不過是時候未到 你就在那裡等候 我記得在舞堂的時候 何傑 牧師經常說的一句 他說等候的滿足 延遲的滿足 其實就是更大的滿足 因為你對一件事有期待 你對一件事有期待 經過一件期待後 得到的的時候 那個滿足和喜樂 比你沒有經過期待 和等候的過程裡面 那個滿足感更大 所以神也是一樣 神要我們學習的就是等候的功課 這個等候其實是顯示我們的信心和盼望 究竟是否真的 如果我們沒有信心的話 我們等一下就不等了 你約了人也是 如果你堅信他會出現的話 你就會等了 你不相信他會出現的時候 你再看一看表現 怎麼搞的 放飛機 你就會離開了 當然了 現在這個世代很少經歷這些 因為我們有手提電話 立即打電話問他死去哪裡 究竟現在在哪裡 我們以前的未有電話的年代就是這樣 你約了人在某個地方的時候 打電話去 沒有人聽了 你已經知道可能出門了 可能出門了 對吧 那麼 他在中間的過程裡 你就要憑信心 相信他會來 就等候15、16 以前的男女朋友也是這樣的 約了女朋友 遲遲都未到的時候 心上是15、16 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等候 突然出現在你面前 嘩,很開心 看到了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明白 這個等候的功課 其實也是跟神之間一個美好的關係 是一個信任、信心的表現 但這個等待、這個忍耐 要成功才好 所以當這個信心能夠成長 能夠成為一個真實的信心 帶著一個盼望等候的時候 我們就進入一個全備毫無缺欠的狀態裡 因為信心所帶來的 是一個完美的境界 信心所帶來的 是一個完備毫無缺欠的狀態 所以原來原備毫無缺欠 不是我們努力去做什麼 而是我們去等待 是由神去交給我們 這個其實是一個信心的旅程 但在這個信心的旅程 我們如何才能去到一個完備的境界呢 其實就是要經過這個思念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看清楚這一點的話 這個就是智慧 原來智慧就是我們能夠分辨 在我們身邊的事與物 哪些事情的意義在哪裡 智慧就是我們能夠知道 這是一個思念 智慧就是我們能夠知道 這個思念最終會把我們 帶到一個什麼的境界和結局裡面 因為我們有這樣的體見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走下去 這個就是智慧 譬如 這個很喜歡做健身的人 你說做健身是否辛苦 當然辛苦 肌肉又會酸痛 有些人做著做著就不做了 有些人就可以堅持下去 我們教會有一個健身狂人 我們的健身的人 他很喜歡健身 一個星期也要去幾次 肌肉越痛就越開心 其實也挺拿苦離身的 然後還要配合那些健身的人的餐單 你看到他那些東西才能夠生命 其實做健身我也覺得沒問題 我也會享受的 但是他吃的餐單 我看見真的腳仔軟 你也會退後兩步 然後… 然後… 佩服… 對嗎? 每天都是八炸雞胸 八炸雞胸 加幾條菜 鹽也… 有時候不下的 那一期要脫水 不知道要做甚麼 那一會又不下鹽 然後… 有時候有月一餐吃十幾隻蛋 哇… 全部都沒有味道的 你明白嗎? 那你一餐半餐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要持續 一段時間都是這樣吃 哇… 真是… 真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那為甚麼他又可以呢? 在健身這件事情上 他有我沒有的智慧 是甚麼呢? 其實他看見這個過程之後 嘩… 善條又漂亮了 八塊腹肌又會走出來 怎樣怎樣 他經過一次的循環之後 他發覺他身體上 所有的指數都很漂亮 因為他本來都是一個肥仔 肥佬吧 或者… 然後… 這件事就紮戒 那件事紮戒 這件事紮戒 但是當他經過這個過程之後 他發現不單是他的身形 變得… 大家都很羨慕 然後去做身體檢查的時候 所有指數都漂亮得不得了 他試過那個滋味 所以他就可以第二次再做這個循環 第三次再做這個循環 來不來就做這個循環 這就成為了他的… 他的喜好 但為甚麼他可以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他有一個智慧 就是他看到這一切的過程之後 那個結局是何等的美好 所以他就可以… 不單是忍受中間的過程 甚至這個過程 他在當中把這麼辛苦的事情 變成一種享受 他享受這個過程帶來的結果 其實這就是雅閣告訴我們 這就是智慧 所以我們要有這樣的智慧 但如果沒有那怎麼辦呢? 我們去求那個口處 恥與眾人 亦都不斥責人的神 主就必慈給他 所以這個慈給他所指的 就是這一種眼光 這一種智慧 原來這一種眼光 這一種智慧 我們沒有的時候 是可以求的 事實上他們也應該要求 因為試煉是免不了的… 我們沒有辦法可以逃避的 人生根本就是一個試煉場 我們有時候會以為… 我們相信主之後 就可以逃過這些試煉場 對吧? 我們有時候也是這樣的 小時候 跟老師很友善 你以為跟老師很友善 就可以逃過測驗嗎? 對吧? 我們真的是這樣的 我有些大學的同學 我已經到了大學 也是一樣的 很喜歡跟老師打交道 跟老師很友善 每天跟他串門子 去他家玩等等 搞好一些關係 期望的是甚麼呢? 教授呢? 改作業的時候 手鬆一點 又或者想起一些提示 你就容易過關了 但是真的會這樣嗎? 如果那個教授 是一個公平公正的教授 他是不會相信師的 我們的主耶穌就是這樣 他是一個公平公義公正的神 所以 他是不會讓我們 跳過這些試煉 試煉是我們多不過 試煉有他的原因 有他的好處 我們唯一在試煉當中 就是可以求神給我們這個智慧 讓我們看到這個試煉 究竟會將我們帶到甚麼境界 看著這個境界 我們就可以在試煉當中 有那份喜樂 就像大直言健身的道理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求這個智慧 當我們在試煉當中 我們去求這個智慧的時候 神是不會斥責我們 祂是很難夠明白的 而且祂很樂意把這個智慧賜給我們 開我們的眼睛 就像門徒跟耶穌說 主要我相信 但我相信不足 求祢幫助我 神很樂意開我們的眼睛 讓我們看清楚 試煉的結局是怎樣的 所以我們只要憑著信心求 一點不疑惑就一定會得著 疑惑的人就像海裡的波浪一樣 被風吹動翻騰 這樣的人在住裡面得不著什麼 所以其實那個求 亦是代表一個信心的代表 一個疑惑的人 就未必會去求 所以你要有這個堅定的相信 相信這是試煉來的 這個試煉的結局一定是好的 雖然我現在可能未看得清楚 所以我就求這個智慧 讓神解釋和告訴我 為何這樣的試煉會臨到我 這就是一個很積極去面對的信心 這也是對神不疑惑的信心 為何會把疑惑放在這個場景裡 因為有時候 我們在艱難當中的時候 我們就會開始懷疑神 神,你也不看我 你也不看我 大哥 跟著黑社會 大哥 也是希望有人照顧我 有好日子過 不是誰會跟著大哥 但耶穌大哥 跟著你之後 為何會搞成這樣 是否走路打到走路 那我們就開始疑惑了 神,你是不是不愛我 這是疑惑第一 疑惑第二 就是這個神是否真的 疑惑第三 就是神,你是不是有力量 這個世界是否你主宰 還是魔鬼比神更有能力 這就是疑惑第三 在這些試煉當中 我們不要疑惑 當我們疑惑的時候 就好像這些海浪被吹動 翻騰一樣 有心懷意義的人 得不著任何東西 你想想 我們回到剛才的例子 這個大隻賢 如果他操機的時候 他疑惑會怎樣 放棄吧 是嗎 可以嗎 這樣就可以大隻賢 看到那盒子的雞胸肉 可以嗎 吃這些東西 還要吃這麼多天 可以嗎 一疑惑 你的意志就會跟著動搖 一動搖的時候 那怎麼辦 就變成了我這種 我也有做過健身 做兩件事就放棄了 看到有人建議你 你要吃這些東西 你的身形才會漂亮 一看到那盒東西怎麼吃 還要吃那麼久 一疑惑 心中一疑惑 那就繼續做肥仔 所以就是 心懷意義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道上 都沒有定見 這個定見的意思就是 沒有一個 決定 這個也是 我覺得這個也是 今天是 怎麼說呢 今天我們對孩子的教導 各方面 其實 是一個缺失的一環 就是我們今天 傳遞了很多的知識 教他們很多的知識 但是我們沒有訓練到 他們那種毅力 這個的決定 或者這個 在人生所行的路上 有定見的 這個的意思就是 那個的堅持 和毅力 信心是要堅持的 信心是要有毅力堅持 我們才會看到他的成功 當然這就是忍耐和等候 都是一個這樣的意思 今天 我們比年輕人的教育 也是一樣 學校把很多的知識 給了他們 但是學校沒有辦法 把一個堅毅 不放棄的精神 給我們的孩子 這個不知道 有沒有辦法 在學校裡面可以教導 或者在家裡 成長的過程裡面 如果父母能夠傳遞這份堅毅 那他們的人生會很不一樣 今天很多的年輕人 就是很容易放棄 就是一辛苦又放棄 對吧 就是沒有辦法堅持 甚至連一些放學活動 學什麼樂器 都是叛途而廢的多 為什麼 沒有堅持的能力 其實你想想 原來學這些樂器也是一樣的 你也可以當它是一個試煉 但是你能夠熬過這個試煉的時候 你必得了八級的那張箱 對吧 其實就是這樣的道理 然後《聖經》提到 他說《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該起落》 《復蘇的降悲也該如此》 好像這兩段似乎不合起來 但在分段上 我們將它放在同一段裡面 因為其實它在說同一件事 就是試煉裡面 我們要以為起落 因為我們要得著那個智慧 我們要知道 試煉的功效在哪裡 那個功效在哪裡 那個功效在哪裡 那個功效就是 第九節到第十一節 這個就是試煉之後的結果 結果是什麼 原來試煉可以讓卑微的弟兄升高 當然值得起落 你看到你的好朋友升職加薪 前途似錦 你當然是為他開心 我們就以為大喜樂 但是富足的降悲也該如此 為什麼富足的降悲 我們都要這麼開心 富足其實很多時候 跟驕傲掛勾 財大便氣粗 所以當一個人 特別是財富來得很快 很容易就驕傲 我以前是其中一個代表人 你早年成功的時候 你的人就會飄飄然 就會覺得自己什麼都做到 但是當試煉來的時候 這種驕傲的寧覺會被磨去 富足的、驕傲的會降悲 他會變成謙卑 其實人就會變得更加踏實 人很有趣 如果過早成功的時候 我們就會飄飄然 飄然在種樹之上 很驕傲 但是試煉來的時候 會把我們這些寧覺磨去 整個人就會踏實 整個人的感覺都會不同 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朋友 如果你認識這樣的朋友 你會發覺 他如果經過打擊之後 整個人沉穩下來的時候 你跟他的相處會更加舒服 你們都會更加欣賞這個人 對吧 所以 原來試煉是有這樣的結果 卑微的 經過這個試煉 在試煉裡面 他會經歷神 他的自信心 會回來 整個人的形象會不一樣 他會變得 好像 原來試煉是會幫我們人生 加一些本錢 他是兩極的 如果我們原本是很卑微的 經過這個試煉的時候 我們裡面的特質 是會好像被熬了出來的一樣 你會發現 你的人生的路向不一樣 你會慢慢越走越開闊 越來越成功 這個就是卑微的會升高 但是驕傲的又會降低 你會否發現 原來是一個逆轉 這個逆轉會讓我們 我們的人生變得不一樣 他後面當然也說到 這些富足的人 其實沒甚麼值得驕傲 因為原來人生 就像草場上的花一樣 太陽出來 熱風刮起 草就枯乾 花也會凋謝 美容也會消滅 所以世上的事情 也會過去的 今生的一切 其實也有過去的日 就像這些花花草草一樣 就算多麼綴綻 多麼美麗也好 也會過去 但是生命 卻是要改變 試煉的目的就是讓我們的生命改變 而這個改變出來的 當然改變所帶來的就是一個新的生命 這個新的生命其實是會永存的 這就是神為何容許試煉臨到我們 祂不會讓我們越過這個試煉 因為試煉之後產生的 是一個更新的新的生命 人很有趣 即是我們的舊我 不破碎 那個老我不自死 新的生命 新的我 不會出現 所以這個破碎的過程 是必須的 是走不掉的 被破碎的時候 當然是辛苦 破碎完之後 重整新的生命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覺 匯味卻是甘甜的 每個人都會走這條路 除非你沒有真正的預見神 所以 這個也是我們跟神之間 一個很大的落差 我們去定義人生的成功是甚麼 有車有樓 這些是我們定義的成功 但是神定義的成功是否這樣 老實說 對神來說有多難 對他來說沒有難度 但是神定義人生的成功 不是在這些事上 或者不是單單在這些事上 這些只是附屬品 神所定義的成功 其實是我們生命的特質 我們是否真的與神對齊 我們是否真的成為一棵生命樹 這才是神所看的成功 試煉就是要將我們轉化 試煉就是要讓我們能夠對齊 對齊是要用力的 對齊是會辛苦的 是嗎 為甚麼 如果你看過一棵樹 或者你種植物就知道 牠長成這樣 那你怎樣讓牠歪掉的 不再歪掉 就是把牠咬醒 那你覺得那棵樹痛不痛 那棵樹可能沒有感覺 我突然想到一個例子 認識我久的人就知道 我曾經枯過牙 為甚麼我會枯牙呢 就是因為牠的牙齒很不齊 全都歪掉 枯牙的目的是甚麼 就是要讓你的牠們對齊 這個對齊的過程中 你當作是試煉吧 試煉過後 即是這個過程過去之後 你的牠們就會全都齊了 笑起來就會漂亮 但這個過程是怎樣的呢 我枯了四年 因為我的牙齒是嚴重不齊的 四年裡面 我告訴你 真的痛苦得不得了 因為每次牠去見牙醫 牠就會枯了那個… 那時候我整個口都是鐵 我嚴重到一個地步 不單是整個口都是鐵 那時候 如果你在北角碼頭年代認識我的時候 你會發現除了整個口都是鐵 還有四條橡筋在裡面 還有一些地方是有一條彈弓的 那你想想 你吃東西又會藏著 又會卡住 那四條橡筋就是甚麼時候 就是你吃東西的時候可以脫掉 企語的時候 都要拉著一條橡筋 還要打交叉地在牠的嘴裡 那時候我經常會幫張牧師翻譯 講道的時候翻譯 你知道你的口罪會不停地移動 因為你會說話 其實我每次幫牠翻譯完之後 測到洗手間懶一個口罪會 全都是血 因為那些鐵線戒損掉 你的嘴裡面 不過當然我從來都沒有跟牧師講過 要翻譯就繼續翻譯 這個過程維持了四年 才脫掉這個鐵枯 人生就是這樣 甚麼是試煉呢? 試煉會不會痛的呢? 一定的 一定是艱難的 又避不開的 因為神有一個美好的心意 其實就是要讓我們的生命修正對齊 好像枯牙的目的一樣 讓我們的棚牙修正對齊 但這個過程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我們要明白 這就是試煉 試煉是走不掉的 試煉是一定會有的 但試煉其實是神一個很美好的祝福 好像枯牙一樣 不只是為了貪美 因為有些人也問我 你男人老狗才是一百年多才去枯 你不枯也可以 但為何我會去枯牙呢? 我不是貪美 因為最後牙醫告訴你 先生,你的牙齒實在走得太嚴重了 如果你真的認真考慮一下枯牙 所以枯足了四年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牙齒很頑固 你明白嗎? 你要把牙齒移動 都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 其實是要用力的把牙齒移動 你可想而知有多痛 第一天下枯的時候 吃不到東西 牙齒都用不了力 吃甚麼都跟最軟的麵包 都要用口水浸浸浸浸 讓牙齒再軟一點才可以勉強咬兩下枯 然後勉強吞掉 這是一個這樣的過程 但是牙醫跟我說 你真的要考慮一下枯 因為你再不枯 有些地方你根本沒辦法可以清潔 就是說很快牙齒就會蛀牙 然後你比別人有牙齒病的風險又會高很多 可能你很快就會失去牙齒 尤其是搭著那幾隻 所以其實你沒辦法選擇 為著… 不過其實我也不知道牙齒是否恐嚇我 為了這些恐嚇的內容 不要發生在我身上的時候 你硬著頭皮也要頂上 其實這就是那個智慧 這個智慧就是你有這個知識 你相信牙齒所說的 你得著這個啟示 這個牙齒的啟示 所以你就咬上牙齒的 愚然踏上這個旅程 但是旅程帶來的結局是好的 所以今天我不用再擔心 牙醫恐嚇我的問題 大家看到我的時候 我笑著來拍照的時候 沒有那麼醜 所以這就是試煉 我們要明白 這個的試煉 好 我們看下一個大段落 十二節 《忍受試煉的人士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煉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他給那些愛他之人的,人被試煉不可說,我是被神試煉,因為神不能被惡試煉,他也不試煉人,但各人被試煉,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牽引誘惑的,私欲記懷了胎就伸出罪來, 我親愛的弟兄們,不要看錯了,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傳避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縱光之乎那裡降下來的,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義,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度生了我們,叫我們在他所授的萬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 我們看《雅各書》這一章的時候,我們會有一個錯亂的地方 剛才前面說的是試煉,但在第二十二節的時候,他說你要忍受試煉的人是有福的,試煉就變成了試煉了 因為他經過試煉之後,必得生命的冠冕 這樣去看的時候,究竟在說什麼呢? 應該是試煉,應該是試煉 試煉和試煉有什麼分別呢?我們再看下去就會明白 這些試煉其實也是一個試煉,也是一個試煉 試煉是一個試煉,試煉也是一個試煉 表面上看,兩者是很難去分別的 但是《雅各書》就在這裡說,如果我們勝過這些測驗之後 我們將這個試煉狀作為一個測驗 其實它就像一個考試一樣 但這個考試有兩款的 一款就叫試煉 一款就叫試煉 那怎樣分別呢? 我今天教大家分別,很簡單 出卷的人是不一樣的 你去考試就知道了 中文科叫中文科,英文科叫英文科 雖然它都是考試 中文科跟英文科的分別在哪裡呢? 當然,第一,內容有分別 第二,出卷人有分別 第三,結局也有分別 為什麼呢? 中文科考試的結局是要讓你懂中文 英文科考試的結局是要讓你懂英文 所以是不同的 這個試煉狀和試煉類似就是這樣 所以前面說了試煉 現在就要說試煉了 這些試煉,如果我們經過這個考試的時候 我們會得著生命的冠冕 當然,意思就是我們合格的時候 這是主要應許給他愛他的人 主要應許給我們 如果我們可以通過這個考試的話 100分就是你的了 在上台領獎的學業進步大獎就是你的了 幼稚園的時候,老師可能還會送貼紙 這個獎相是神預備了給我們的 但是原來這個試探 人在這個試探的時候 不可以說我是被神試探 因為神是不試探人的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在這裡 原來神會試煉人,熬煉人心 讓人可以… 剛才我們說的就是生命可以逆轉 對齊,可以更加活出神的樣色 但是神不試探人 所以我們在試探裡面的時候 就沒有把試探這條數進入了神的數 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開始就眉口 那是怎樣的 試探跟試煉的分別在哪裡呢 試煉的目的 經過試煉之後 其實是要讓我們更加接近神 這個就是試煉 試探的目的是甚麼呢 是要叫我們遠離神 這個就是試探 所以試探是從魔鬼來的 原來我們在這個人生裡面 有兩重的考試 一個的考試是上帝出給你的 目的是要讓你越走越近上帝 生命裡面美好的特質可以走出來 就好像那個牙醫告訴你 就是你哭牙 哭牙的目的是讓我可以對齊 讓我的人生可以進步 但是也有另一場的考試 是魔鬼执給你的 魔鬼执給你這場考試 目的是想篩走你 讓你沒辦法再走前面的路 讓你從天國裡面隨名 讓你在愛神的團體裡面跌出去 這就是魔鬼給我們試探 但是問題就是這兩場的考試 我們只有一個的盼望 一個的目的就是這兩場考試 我們都要勝過它 在試煉的這場考試裡面 勝過它 我們的生命就與神對齊 在魔鬼給我們的試探裡面 我們勝過它 我們就可以得著生命的冠冕 你明白嗎 但是如果我們在試探的這場考試裡面 我們沒有辦法勝過的話 可能我們連救恩也失去 跟神的關係也失去 所以試探 我們更加要勝過才行 但是我們要明白 試探不是從神而來的 它是從魔鬼而來的 神不會試探人的 所以我們被試探的時候 不要搞錯對手 不要把這些試探 進入了神的數目 原來我們的人生就是這樣 苦難有一部分是神容許的 目的是讓我們的信心可以顯出來 也有一些是魔鬼給我們的 當然魔鬼給我們的 是我們亦有份去參與的 因為魔鬼給我們的試探 應該這麼說 魔鬼給我們的試探 有很多 某大部分的原因 是我們積極參與在其中 即是說 說得淺白一點 是我們自己拿來的 我們有份跟魔鬼一起 去整顧我們自己 人生很有趣 有時候我們裡面的一些難處 也不能完全怪魔鬼 我們也有我們的部分 我們會自己拿苦離身 我們會自己整顧自己 我們會自己把自己 陷入一個死路裡面 所以是我們跟魔鬼一起合作 來去整顧自己 如果我們不選擇那條路 其實魔鬼也做不到什麼 魔鬼最喜歡的就是 在我們犯罪的道路上 他在旁邊加鹽、加醋 然後做啦啦隊 為我們打氣、加油 就說繼續犯罪吧 犯多一點 然後再扭曲一點 神體不見的 沒有人會抓到你 我們出貓的時候也是這樣的 出貓的時候 心裡有一個聲音告訴他 放心吧 抓不到你 甚至看不到的 阿Sir很猛的 又或者 阿Sir那時候會睏睏 誰能看到 你最重要是把這些字寫小一點 他會慫恿你、鼓勵你 就是這樣 所以經文也是這樣 各人被私探的時候 其實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 原來我們為什麼會落在私探裡面 當然一方面就是魔鬼尋找機會 但另一方面就是 一定有人的配合在裡面 這個私探之所以臨到 是因為我們被私慾牽引 就是因為我們裡面有一個情慾 有一個私慾 有自私、有自我忠心 有這些特質在裡面 有貪方便、貪小便宜、貪酒捷徑 這些東西在裡面的時候 他會引迫我們、誘惑我們 然後我們就中魔鬼的詭計 魔鬼再加嫌加噪 其實就是這樣 大部分的騙案為什麼會成功呢 有時候我們都會覺得 怎麼搞的?這些騙案 電視都宣傳了無數次 為什麼還會有人上當呢 你有沒有發現 被人騙的人 大部分都是自己騙自己的 是不是? 那你才會相信 其實當然有匪徒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裡面沒有貪 如果你裡面不是先騙自己的話 其實沒那麼容易上當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試探就是這樣 這個引誘從我們裡面出來的 然後這個私慾會懷胎 他會長大 長成之後其實就是罪 最大來的結果就是死 所以我們這樣去配合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試探 就將我們的生命奪去 但是我們要明白 試探不是出於神 因為神是眾光之父 神的心意所賜下的 全部都是美好的 美好的賞賜都是從上而來的 神是絕對不會改變的 他沒有轉動的影意 他不會今天一樣 明天一樣 一時一樣 神不是的 神按照自己的旨意 用祂的真度生了我們 讓我們在萬物中成為初熟的果子 神是要讓人帶來的 是生命的根深改變 神不會用試探 讓我們的生命遠離神 神是要修正我們的生命 用試練 讓我們生命的美好的特質 可以發出來 這個才是神 所以我們要明白這件事 我們才可以進入最後十九到二十七節的這一段 所以他說 我親愛的弟兄們 這是你們所知道的 但你們要快快地聽 慢慢地說 慢慢地動怒 因為人的怒氣 並不成就神的義 所以你們要脫退一切污慰和盈餘的邪惡 入全溫柔的心領袖所栽種的道 就是能夠你們靈魂的道 只是你們要行道 不要單單聽道 自己欺控自己 因為聽道而不行道 就將人對著鏡子看自己本來的相目 看見走後垂直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唯有詳細察看那存備 使人是由之律法的 並且時常如此 這人既不是聽了就 亡乃是實在行出來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覆 若有人自以為虔誠 卻不立著他的舌頭 反欺控自己的心 這人的虔誠是虛的 在神我們的庫面前 那清潔會有瑕疵的見性 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 並且保守自己 不沾染世俗 我們就明白最後這一段 說了甚麼 我們要明白甚麼是試煉 我們要知道甚麼是試探 然後我們要在試探當中去勝過 所以我們要知道 我們如何才能勝過這個試探 其實就是要快快地聽 慢慢地說 慢慢地動路 不是用人的血氣去成就 而是要靠著神的道 才能勝過這些試探 其實因作神的道 我們亦能夠捱過這個試煉 勝過這個試煉 所以神的道才是我們力量的傳源 但問題是 這個道如何才能應用出來呢 所以我們要脫去一切的護衛 即是我們要全心走一條光明的路 以前的護衛、私欲的東西 我們要離開 然後我們要走道 不僅是聽道 道就在這裡了 但問題是 你聽完之後當耳邊風的話 你不會得著能力去勝過試探 以及經過這個試煉 但你越是聽道 但你越是行道的時候 其實那個力量就在裡面 一點一滴地出來 無論是試探也好 試煉也好 你也得著那個能力 可以走過 這個走過的時候 你的生命就不一樣 如果你只聽不走 只聽不做 不根神的道的話 等於照顏的忘記了自己的樣子 對你是沒有任何益處的 所以我們要行道 接著他舉個例子 甚麼叫敬虔行道 其實就是 甚麼是沒有瑕疵的敬虔 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 保守自己 不沾染世俗 看顧患難中的孤兒寡婦 就是活出愛 不要沾染世俗 就是我們不走世界的那一套 我們堅持走神的那一套 這個才是行道所表現出來的 如果我們有這樣的行道的心 到我們裡面的時候 試探也好 試煉也好 我們都終究能夠聖過 並且活出神給我們那個 更生的生命 Amen 好 弟兄姊妹 讓我們一起起身 讚美敬拜我們的神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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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為大喜朗 信心經過試驗 就生人來 叫人成全原備毫無缺劍 求智慧 用信心 聖過思慾 願你醉我 仰望我主 盡行真理 領受眾光之乎的仁淺 這首歌 第三段唱到下去都有點高 我自己都覺得這麼高音唱不到 但不是的 我都不想這些 我覺得 凡事都要出力 像牧師一樣說 要盡力 我不理會高不高 總之我盡力去唱 你都要讓思覺進到我們的心 兄弟姐妹 如果你真的唱不到 不要緊 我也真的唱不到 我們盡力去看 盡力去聽 讓它成為我們今天的力量 當我們看到神的國復興 當我們聽見神的道興旺 逼白是那惡者 誰死的掙扎 分散是為將來聚集願備 我若落在百般是年中 都要以為大喜樂 信心經過試驗 信心經過試驗 就生人來 叫人成全原被毫無缺欠 求智慧 用信心 聖過思慾 願離罪惡 仰望我主 進行真理 領受燭光之父 的仁慈 再來 當我們看到神的國復興 當我們聽見神的道興旺 逼白是那惡者 誰死的掙扎 分散是為將來聚集預備 我若落在百般是年中 都要以為大喜樂 信心經過試驗 就生人來 叫人成全原被毫無缺欠 求智慧 用信心 聖過思慧 聖過思慾 願離罪惡 願離罪惡 仰望我主 進行真理 領受燭光之父 的仁慈 求智慧 用信心 聖過思慾 願離罪惡 仰望我主 仰望我主 進行真理 領受燭光之父 的仁慈 領受盡光之父 的仁慈 領受燭光之父 的仁慈 哈利路亚 主帮助我们 来到紧紧的依靠你 无论在 试探里面 我们都靠着你 经过 靠着你得胜 和尖上面 走在你手中 献上一切 给你主 我的世界 存在你手里 我属于你 耶稣我心想信你 耶稣我心属于你 我这全都围绕你 隔墙也会了你 全眼回忆 与你同心 与你同心 到天啊海角 无论悲喜 我心靠祢 祝我愿意 我祝祢质疑 我祝祢应许到永远 耶稣我心相信祢 耶稣我心属于祢 我这全都为了祢 歌唱也为了祢 耶稣我心相信祢 耶稣我心属于祢 我这全都为了祢 歌唱也为了祢 全都为祢 我将生命 照在祢手中 耶稣我心属于祢 耶稣我心属于祢 我这全都为了祢 歌唱也为了祢 耶稣我心相信祢 耶稣我心属于祢 我这全都为了祢 歌唱也为了祢 全都为祢 全都为祢 祢 祢我心属于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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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 祢我心属于祢 祢我心属于祢 我这全都为了祢 歌唱也为了祢 歌唱也为了祢 祢我心属于祢 歌唱也为了祢 歌唱也为了祢 全都为了祢 主啊我们今天活着 为的都是要来祢 敬拜祢 主我们知道 各样美善的恩慈 或各样全备的赏识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重光之腹那里降下来的 在你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意 主你按自己的指意 用真度生了我们 叫我们在你所做的万物中 好似初熟的果子 主要你用你的真度来生了我们 主要我们每一个临到地上 就是你所做万物初熟的果子 弟兄姐妹 神创造我们每一个是何等奇妙 是何等宝贵的 可否我们就用我们的感恩来 将这一份创造归给我们的主 主要我们要来感谢你 我们今天所拥有的 你想赐给我们 你给我们各样美善的恩赐 都是从你而来的 但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到 去开口感谢我们的天父爸爸 主要我们一同来到 你我们一同与你 对我们一同的事 我们会不成功 我好像以认识我们一样 主要你明星上会有的 就是这个心中一样的 是我们的 主 我们感谢祢 赞美祢 主 我们打从我们在无福的时候 祢已经认识我们每日说 主 你让我们来到这个地上 当你将 你那份美善的恩赐 那份极大的赏赐 临到在我们每一个当中 主 祢那份心意 是何等的伟大 何等的美好 主 我们就要单单为了这份 白白的恩典来为祢献上感恩 主 我们感谢祢 赞美祢 当我们今天来到去看雅各书 一章的时候 牧师带我们来到去认知 原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试炼是小不免的 但是当我们去经历试炼的时候 究竟我们用什么眼光来面对试炼呢 是的 我们有很多时候 当我们经历试炼的时候 我们往往 只会定征在那份苦难当中 甚至在这个试炼里面 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怀疑 好像经文里面所说的 好像在六节那样说 因为那怀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腾 当我们眼光只是看到苦难 困难的时候 我们的心并不是生忍耐 我们的心很多时候都会生疑惑 这一份疑惑 可能我们第一次就会问 神是我们信你的 我们是你的子民 为什么你不保守我们 或者更多的 我们就开始质疑 神是不是真的有一份的能力 去让我们去 捱过咬过这个苦难 甚至去到最后 我们可能已经开始 要找其他来到去信 离开神 但是今天 在亚国书的里面 再一次去提醒我们 原来当我们面对试炼 试炼在我们人生里面 是必定会出现的 但是我们要对着这一堆的试炼 我们要坏着一份喜乐的心 我们要看到 过了试炼之后 其实是一片的光明 我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份等候忍耐的心 让神可以在这个时间里面 来做工 但是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很难啊 我知道啊 这些道理我都知道啊 但是我怎样做到呢 可能这一刻大家都同样在这一份光景里面 我们同样面对着不同的试炼 可能我们在工作里面 可能我们在工作里面 我觉得很艰难啊 可能我明明看到自己 我自己真的很努力很努力的了 但是我却 好像没有被人看见一样 我好像还未被提升 又或者我们去跟我们的配偶 相处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一份的试炼 好像我们的沟通 都很艰难啊 我们看不到好像呢 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出路 或者不只是配偶的 我们跟我们的孩子相处 可能我们都觉得 不懂得跟他们沟通 但是神今天告诉我们 我们其实可以去求 求神给我们有一份智慧 这份智慧 是让我们可以去体现 忍耐等候 过后那份美好 我们这一刻 就是今天的早上 我们将一个一个的试炼 来说给神听 在这一刻的眼中 我们觉得都是经历着困难 苦难 我们就一个一个的 来开口陈鸣给神听 然后我们就围着这些的试炼 我们真的很难过 我们就同神 求一份的智慧 想到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同声的开口 你告诉我们的天父爸爸知道 一个一个的 告诉我们的天父爸爸知道 我们的天父爸爸知道 我们就像一个人一样的 一样的一样的 一样的 idan父爸爸知道 我们的一样的 主要你今天讓我們知道 其實我們的人生 確實是一個最大的試練場 我們今天所經歷的 無論是過往 或者我們今天 仍然在經歷的每一個試練 主要我們知道 這個是你給我們每一個的功課 主要求你讓我們有一份 等候的心 在我們每一個的生命當中 讓我們在這個等候的過程當中 有從神理而來的忍耐 讓我們每一個 都可以得成全 完備 毫無缺欠 讓我們可以去經歷 這些百般的試練 甚至主要求你讓我們可以得著你那份的智慧 讓我們在這些試練當中 我們都可以以為大喜樂 讓我們用一個喜樂的心來去面對 讓我們看見 苦難過後那份的光明 那份的美好 主要你讓我們有這份眼光 從你而來那份的眼光 讓我們不單單定徵在現在我們眼前這份的試練 這份苦難裡面的痛苦 我們眼光是要放到去看到 在我們試練過後那份的光明 那份的光明照進 在我們每一個的心裡 主要你讓我們看見 主要你讓我們看見 其實苦難就好像草上的花一樣 當神你的光出來的時候 這些苦難就好像草一樣枯乾 就好像這些花一樣都凋謝 主要你讓我們看見這一份 苦難並不是在我們人生當中佔最大部分的 但是神你讓我們看見 當我們有這一份的忍耐智慧的時候 主要我們就可以跨過 主要我們跨過這些試練的時候 得著的是跟神你那份的關係 更深 可以更對準神你的心意 主要你來幫助我們每一個 主要我們感謝你 當牧師最後來分享的時候 是我們要明白 我們的人生當中是有試練 同樣也會有來自魔鬼的試探 當我們有這一份的智慧 我們可以去求神的智慧 臨到在我們的當中 看到 看見 試練過後那份的美好 但是 我們怎樣才可以去聖過呢 感謝我們在教會裡面 特別是在六一日裡面 我們有很豐富的神的道 無論我們是在神土裡面 甚至我們在崇拜裡面 神的話語 原來是我們勝過每一個艱難試練的關鍵 但是這個關鍵呢 不僅是聽的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來走出來 好似在二十三節這樣說 因為聽道而不限道的 就像人對著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 都確實真的聽道 甚至可能不是為了自己來聽的 經常都可能會為了身邊的人來聽的 我們經常在崇拜裡面都會看到 特別是 夫妻 聽完道之後 手肘就會推著旁邊的人 好像是為了旁邊的人來聽的 但是今天神再次提醒我們 原來神的道 是聽道 為了著的 是看自己的面目 甚至不單單要是聽的 我們甚至是要去走出來 可否我們在最後 我們都為了我們的心來祷告 主要我們真的要為了 神你那份話語的美 我們獻上極大的感恩 主要求你來保守我們每一個的心 你向我們的心都要柔軟 讓我們的耳朵要打開 當神你的話語 你的道進入的時候 我們不是腐朱流水 我們不只是停留在頭腦上面的認知 主你的道理 你的真理 更多的 主要求你給我們有一份的力量去走出來 讓你的話語 讓我們看清自己本來的面目的時候 我們有一份的決心 有一份的決意 來去改變我們自己 神啊你讓我們知道 在你的裡面 是沒有難性的事 終然我們有很多老惡 很多的舊皮袋 但是主要我們靠著你 我們靠著從你而來的那份的力量 我們才有那份的心 來走出來 主要你來幫助我們每一個 包括孩子自己 我們聽得越多的時候 可能我們更加多 只是為別人來聽 但是主要你讓我們真是 匯轉像孩子一樣 我們有一個願意去改變的心 主要你來幫我們每一個 主要多謝你聽我們每一個的討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命祈求 Amen 雅各書一章二十一節 所以你們要脫去一切的污為和盈餘的邪惡 全溫柔的心領受那所栽種的度 就是能夠你們靈魂的度 要脫去一切污為和盈餘的邪惡 全溫柔的心領受那所栽種的度 就是能夠你們靈魂的度 這節的聖經提醒我們 要除去一切污為和盈餘的邪惡 從世界而來 去日的罪的影子 我們要徹底地把它除去 全溫柔的心領受所栽種的度 對罪對世界 我們要堅定地去拒絕 對神的度 我們要溫柔地去領受 溫柔的意思就是不要抗拒神的度 信從信服 對罪我們要抗拒 對道我們要信從 這個就是德性的秘訣 求主幫助我們 讓我們有這樣的能力 全溫柔的心去領受神的度 但是對世界對罪 卻是堅定的說不 聖靈求你幫助我們 把這樣的體見放在我們裡面 將這樣的毅力 將這樣的堅持放在我們裡面 以至我們可以同罪 說不 但是我們向神的度 卻是全溫柔 毫不抵抗 信服 跟從 這樣我們的靈魂必得救 必力從你領受生命之道 進入你榮耀的角度之中 主求你幫助我們 聽我們的討告 奉耶穌基督的命 Amen 感謝主 我們今早神討就到這裡 願主祝福大家